嗨各位小财神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 就是你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缴保费有回馈的卡片 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 因为很多人都在私底下来询问我说 宝可梦这个下半年到底有没有什么卡片 是缴保费有高回馈的 所以我就特别整理了这一集的节目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今天的主题呢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index 总共会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缴保费有分期零利率跟回馈的卡片 那大概有六张要跟大家介绍 那第二个主题 缴保费呢有高%回馈 但是没有分期的部分 这个也是蛮多的 大概有8到9张 那最后呢我来做一个总结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 这个分期零利率有回馈的卡组 介绍 第一张 这是赵丰银行的MegaOne一卡通联名卡 那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左手边 左手边的这个QR Code你扫一下你就可以申请了啦 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国内消费跟缴费 消费跟保费都有一%的现金回馈 那这个现金回馈呢会折抵次期的账单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那保费的部分如果是单笔满6000块以上可以享有12期零利率 所以这张卡片呢是现金回馈跟分期都兼具的卡片啦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 其实刚刚的那个QR Code就可以申请了 赵丰的信用卡有没有什么还不错的地方 其实赵丰的卡片最近比较厉害的是 它有一张这个好像是那个利多预袭卡 利多预袭卡呢在这个行动支付有10%的回馈 那你如果想要一%无上限就这张卡片 或者是狗狗罗联名卡 拿来缴这个狗罗的电子资费也不错 那这一张MegaOne的话 其实一%回馈感觉起来是还好 但是呢在缴保费有回馈 再加上12期零利率倒是可以去使用 活动时间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那特别注意的是这个保费分期的现信用卡的额度办理 如果你的额度只有5万块钱 但是你要缴10万块的保费是刷不过去的 所以请你先提升自己的信用卡额度 再来这个缴保费 那免年费的这个门槛很简单 就是只要 那叫什么 持卡期间通常都免年费 所以这张卡片倒是可以办下来用 因为蛮无脑的 就是放着不理它也不会有年费产生 第二张呢是永丰银行的宝贝卡 它有三个不同的这个发卡组织 Visa、Master跟JCB都有 那我个人是比较推荐Mastercard 因为Mastercard现在申请的话 就是刷100块还有再送你小期100元 不过是现首次申请的人 所以这个你们就申请的时候 再看一下相关的资讯 然后再来办就可以拿到好康了 这张卡片的两大重点 第一个是缴保费有1.2%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折抵次期账单 那弹并满6000块一样也是可以分12期零利率 那这个相关的想起的话 你还可以上永丰的官网去查询一下 目前的活动时间是从1月1号走到12月31号 可以适用的保险公司还有禅行公司 这边同我列出来 大部分的都有 富邦啊远雄啊台影啊友邦啊台新等等 这些都有 所以有需要的话呢就是特别的看一下 那这张卡片蛮有趣的一点是 大概是在4年前的观众票选吧 就是大家来选说最丑的卡片 这张就曾经凭却中选 真的惊败 你看这个画面你就知道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 大家也是就是蛮诟病的 不过呢他还是没有打算要更换卡片 因为早期是山伤美邦的联名卡 那后来呢被台新抢走之后 他们就发这个宝贝卡来做一个替代的卡片 这样子 下一张 联邦幸福恩卡 其实也是去年2021年推出来很不错的卡片 这个卡片当初上市的时候是说 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礼物卡的晶片 那这个礼物卡的晶片呢就位为风潮 好像限量只有1000卡还几千卡吧 所以马上就在网路上被人家抢光了 如果你没有抢到的话呢 现在办的话是普通的卡面这样子 有兴趣的话呢扫码可以申请 或者我们下面的资讯栏都有相关的 这个办卡连结 国内保险有1.5%的现金回馈 不过呢它是活动期间 2021年11月9号到2022年的10月31号 额外加码只能够拿到1万点的现金回馈 所以回推一下的话 大概是666667元以内 有1.5%的保费回馈 所以这个你本身如果一年的保费大概六七十万左右 灌这张卡片是没有问题的 那它还有一个分期零利率的活动是需要做登录的 那这个是有登就一定有回馈 所以你有需要就赶快去做登录 然后再来刷卡 就一定符合这个规则啦 那活动期间的话是去年的11月9号到今年的10月31号 11月起呢可能游戏规则还会再修正 所以请你要刷的话呢 还要再上官网去确认一下 那怎样才能够免年费呢 你只要申请电子化账单 只要有电子账单就免年费 所以这张卡片其实也算是蛮简单 平易近人的 下一张 玉山拍卡 玉山拍卡其实是三年前的神卡 就是那个中信赖配卡陨落之后呢 玉山拍卡取而代之 那它大概也强牙不过两年吧 然后现在整个就是又变得就是不怎么吸引人 不过呢在2022年的下半年呢 它有把这个保费的部分往上提升一点 所以国内的保险呢可以有2%的PB回馈 活动期间是2022年的3月1号到2023年的2月28号 大概可以走一年左右 那你每个月呢可以刷3万块钱左右 都可以拿到2%的PB 那一样就是你可以去它的官网做登录 最高可以想12期零利率零手续费 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那么这张卡片呢 你只要使用一化账单 一样就是免年费 其实我大部分玉山的信用卡都没有被收年费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倒是大家可以放心 有需要的话呢就直接扫码上车最快 下一张 台新远传Friday联名卡 这个卡片是我在整理的时候发现 它居然特别把保费就是列出来说也有回馈 那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呢 台新远传Friday卡不再回馈现金回馈 改回馈远传币 那远传币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它是不是现金额 它是一个币别 所以它就可以给到比较好一点的回馈 所以它给的是2%的远传币回馈无上限 不论是一般消费还是保费都可以拿到这个回馈 那你要怎样才能够把这个远传币给消耗完呢 其实很简单 你增上如果是有远传的账单 就是你最好是远传的用户 那么你可以就是拿这个远传币来折抵 你账上的消费金额 就可以折抵账单了 所以等于是可以100%完全是使用掉的部分 所以这个应该也算是还OK的部分 那台新的信用卡呢 每一年都有一整年的这个分期零利率活动可以参加 所以如果你确定要用这张卡片来刷保费 那也请你别忘了上台新的官网去做登录 单笔满5万块钱最高可以12期零利率 但是如果你是有5000块或是3000块的话 大概就是可以三期或六期 所以这个你上官网去依自己的状况来做登录就可以了 那这个活动呢是从2022年的7月1号到2023年的1月31号 那在这个活动就是结束之后 如果你还要再刷这张卡片也请你一定要上官网 再去确认一下活动有没有延续 觉得划算之后再刷 那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扫我们这边的QR Code来进行申办 那特别注意哦 因为台新银行他自己有一张三商美帮人寿联名卡 所以呢 他的台新远传Friday联名卡回馈项目就没有包含三商美帮的这个保费啊 因为毕竟那一张三商美帮保费才给1.2%的现金回馈而已 所以如果不是联名卡但是给到比较高的回馈 可能就会被这个联名厂商给靠杯 所以这边还是有特别排除 所以如果你是三商美帮的保护 请你使用其他银行或者是台新的三商美帮人寿联名卡来做缴费 这个是比较好的 那怎样才能够免年费呢 这边下面有写到就是使用信用卡的电子或是行动账单 就可以免4年的年费了 最后一张呢是这个远东乐家Plus卡 这个卡片有点妙 就是他其实原本一般消费只有0.5%现金回馈 但是呢他现在就是特别把它加码说 保费的部分 我们从7月1号到9月30号这段时间 有帮你做一个特别的加码 那你一样就是单笔满3000可以让你分时期零利率 但是呢因为他是2.5%额外加码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要选分期跟刷卡机 那你就只能够拿时期零利率再加上2.5%刷卡机 那原本的0.5%他就不给你了 所以你如果要拿到3%的话就只能够一次付期 所以这边有这个表格你看一下 大概单笔20万以上可以拿到这个加码的3000 那当然你上面1%的加码你也可以拿得到 所以算起来最高呢就是可以拿到2.5%的回馈 那如果一次付期就是3%回馈可以拿好拿满 那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扫码申请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分享的是高%回馈但是没有分期的 因为有一些卡片是有针对保费给予比较高的回馈 但是呢他就不能够做分期了 好所以大家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那请大家就是自己决定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 这样子好 来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登登 美国运通的千账金白金卡或是信用白金卡 好这怎么讲呢 其实美国运通的卡片对于一般人来讲 可能不是那么的常去申请跟使用 所以他们也有针对就是卡客的部分有给出一些额外的回馈加码 比如说有蛮多人都是喜欢拿美国运通卡来缴保费的 所以他们有针对这个高阶的客群提出单笔满50万以上额外5000积分 所以如果你一次一笔100万下去 那你就可以再拿到额外的1万积分这样子 那整个活动呢最高不能够拿超过1万2000积分 但是你刷个几十万下去 其实差不多1万2000积分的加码都可以拿到了 那像这个单笔消费满2万也可以再多50%的积分 一般来讲是30元一积分 那现在多了50%大概就是20块钱可以累积一积分 那指定的授钱有哪些呢 像山商美邦 国泰人寿 南山 富邦 然后还有中国信托的台湾人寿跟台新人寿 最保德性人寿通通都是可以用美国运通卡来扣角的 所以如果你有美国运通卡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额外赚取积分的方案 有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扫我们这边画面的QR Code来申请信用卡 下一个 连线银行的Line Bank快点卡 这个Line Bank快点卡 它的这个1.5%的Line Points点数回馈其实是第三季 2022年第三季的回馈之前是2% 再之前是3% 那它现在就慢慢的降慢慢的降 所以就只剩下1.5% 但是你一样每个月可以拿到500点 所以你500除以1.5%大概就可以刷个33333元左右可以拿好拿满这个500点 那一样只要刷得过就有回馈哦 那这个部分呢是网友有实测过的 拿来缴这个产险的部分其实是有的哦 所以你可以拿Line Bank快点卡来缴保费 那缴的话呢只要太扣款马上点数就会入账了 不过呢每个人每个月只有500点 那所以说你这个就要稍微斟酌的使用啦 那因为它是这个签账卡 所以它没有年费的问题 但是呢你必须要账户上面有钱才能够刷卡 就需要的话呢 你也可以扫我们这边的QR Code来进行开户 下一个 新载ECO永续卡 这个也是大概两年前推出的卡片吧 那它目前的回馈呢 是2%这个现金基点 那这个ECO现金点呢 它可以在新展Card Plus APP上面来做 1比1的兑换刷卡金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张 现金回馈卡来使用 那这个2%怎么构成呢 是基本的1.5%无上限再加上 指定的0.5%额外加码啦 所以呢这个是每个月可以拿到5000点 所以回退一下呢 就是5000除以0.5% 大概就是100万 所以你每个月刷100万以内都是2% 这张卡片其实也算是蛮不错的 就是回馈率蛮高的 拿来做其他通路的刷卡 也都有回馈包含保费的部分 那活动期间呢 是7月1号到12月31号 明年会不会再延续 你就要再特别的就是来确认啊 那保费的部分是确定没有排除的 我已经去看过条款了 所以如果你要拿来缴保费 这张卡片完全没有问题 那需要担心那个年费的问题吗 其实不用 因为你只要使用信用卡的电子账单 4年都免年费 那这个可以扫描我们这边的画面 就可以来进行申办了 下一张 花旗现金回馈plus太金卡 所以接下来其实有蛮多都是外商银行 那外商银行的卡片 其实不太会把保费给排除 所以如果你有花旗现金回馈plus卡 在它被新展并购之前 你还是可以拿出来使用 那有需要的你也可以就是 扫盘QR Code来把它赶快申请下来使用 那这个活动期间呢 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明年的话呢 权益变得怎样不晓得 那在一整个活动期间的年度呢 你可以刷300万以内都有2%的现金红利 不过缺点就是 这个现金红利需要以300点为单位 在网银来做手动兑换 你没有兑换的话呢 它会一直存在帐上 但是不会折抵刷卡金 所以有需要就是 以300点为单位来做兑换 点数众生有效 但是转换给新展之后 有可能会贬值 所以呢 手上的点数不要留 能抵赶快抵掉 那这张卡片呢 使用电子账单 加上每年认刷一笔 就免年费了 所以这张卡片 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2%现金红利 下一张 HSBC会赚卡 HSBC会赚卡 我个人觉得 它在去年推出的时候蛮好用的 因为绑在接口做缴费 都是有额外的回馈 那现在的话呢 在2022年开始 它其实把这个 很多通路给拔掉了 蛮可惜 像LiPay就没了 然后接口缴费的部分 在5月份开始 其实只限定使用台新卡 跟御山卡 所以这个HSBC就被排除掉 就不能够使用了 蛮可惜的 但是呢 还是可以去用它的 比如说 一般消费1%回馈无上限 那么你拿来缴保费 有回馈吗 有的 那你如果完成它的这个 点数翻倍任务 其实你1%就会变2% 怎么做呢 你前一个月 HSBC账户里面呢 有10万块的日均余额 那么你就可以在下一个月的时候 在网络上以5000积分 来兑换1万刷卡金 那这样子的话 1%就变2%了 不过呢 它的现金点数是以2年为效期 所以如果你在这2年之内 没有办法刷到那么多的金额 大概18万左右吧 那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 有需要再来使用 那最好是搭配 比如说它的3%额外的指定通路 比如说你可以搭配PayPal 然后来入金eToro 其实也是可以拿到 额外的这个3%的点数回馈 这也是蛮好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去搭配使用的 那至少他拿来交保费有1% 翻一倍倍2% 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那你只要使用电子跟行动账单 一样就免年费了 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扫QR Code来进行申办 下一张 这个 怎么滑不过去 等一下 好 这个55688联名卡 55688联名卡 它这个蛮微妙的是 目前永凤银行主打的卡片 那这张卡片呢 它最主要是搭计程车友回馈 不过呢 因为它的资源 其实给的是最多的 所以目前的话就是 无脑刷就是28T points点数回馈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line points点数 就是180天以内会到期 但是你只要有点数进账 那马上就帮你就是 往后顺延180天 所以你只要一直有点数进账 你的点数都不会过期 那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是 可以拿来折抵车资 直接抵掉 甚至或者是说 你可以折抵帐上的刷卡金 也是不错的 所以这张卡片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把它拿来当做一个无脑刷的替代卡 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那活动期间是今年的7月1号到明年的3月31号 大概是有9个月的时间 那刷保费有回馈吗 其实是有的 但是它有某些特定的保费是排除的 你就不要使用 比如说富邦人寿 ing的安泰人寿 这个保费是不予回馈的 山上美邦人寿的保费也是不予回馈的 那像特定的行销专案 像法国巴黎安泥的这个就没有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的什么中性人寿 台银人寿 这个都是有的 所以在刷之前的话 也建议你去它的官网 去看一下它没有排除项目 除了上面讲的这些以外 它都是可以刷 拿得到回馈的 那T-Points的使用 这个据律事项 我有写在这里了 最后就是这个免费的这个门槛 很简单 你只要申请信用卡 或者是行动账单 就会年年免费的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蛮简单的一个做法 对于大家来讲 其实唯一要年费的就是美国运通卡而已 其他卡片基本上都不用年费 乐天信用卡 这个也是蛮妙的 它们现在有个短期活动 5月1号到7月31号 不限保险公司通通都可以拿来缴保费 有3%的刷卡金回馈 那你每个月呢 你每一户在这个活动期间只能够择优回馈一次 比如说你看这个表格 他有写到单笔满10万 他就送你3000块刷卡金 所以算起来大概就是3%回馈了 那如果你是使用名台禅写的话 你还可以拿到一些额外的加码 所以这部分呢 大家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刚好有一笔这个保费 大概10万块左右 搭配乐天信用卡 你可以拿到的回馈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有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扫码来办卡最快了 好再下一个 华南银行的SNY信用卡 这个有点微妙 这个也是这个网路上看到 但经过我自己的缴 在小期缴电费 基本上他的韧列是非常非常的宽松 就是他基本上你只要是非实体过卡 都给你算网路 包括你在网路上面来缴产险 有没有回馈 有 所以这张卡片每个月6000块的额度 都可以拿到5%的回馈 非常非常的好用 等于是每个月都 简单赚300元的刷卡回馈金 也可以拿来缴这个线上刷卡的保费 但是呢 是不是所有的保险公司 你就是线上填好单子之后 他不是线上刷卡 他是给你印出来变成单子 然后实体去刷的 那就不符合资格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 还是要看各家的保险公司 他们最后是怎么去刷卡勤款的 你有可能是只会拿到红利两倍 或者是5%的刷卡金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那活动期间是今年的5月1号到 2022年的12月31号 请大家在刷卡之前 还是要去官网来确认一下 这个游戏规则有没有做改变 那最后呢 就是申请信用卡的电子账单 就免次年年费 所以这个也算是蛮简单的 那怎样才能够申请呢 其实他必须要搭配SNY数位账户 所以我们这边请你先扫码来做开户 开完户之后呢 在至官网来加办SNY的信用卡 一样就可以拿到这张很好用的卡片了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来简单的跟大家聊几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卡片 但是事实上你到底有多少钱可以这样刷 如果你的薪水只有50万的话 你花了20万在缴保费 那你剩下的钱是不是就被排挤了 你可能没有办法做消费 你可能没有办法做投资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保费的双十法则提供给你参考 就是你每一年缴的预算 尽量不要超过你收入的10% 比如说宝可梦的年收入是50万 那么我一年要放在保费的收入 尽量不要超过5万块钱 那你的保额至少要抓到多少 就是你的年收入的10倍 比如说我的年收入是50万 那么我的保障最好是要来到500万 比如说你可以用定期受险 比如说用300万的额度 再加上比如说200万的意外险 这样子来加一加 其实你一年的保费 绝对不会超过5万块钱 但是你还可以拿到一个 至少是你挂了 你走了之后 你家里面还有500万可以去cover你 就是没有进到的孝道 或者是你对七小没有进到的义乎这一点 所以我个人觉得保险就是所谓的风险转嫁 但是如果你把它跟一些投资型的商品 或者是还本型的商品来做挂钩的话 其实你要支付的金钱就会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这个时间的价值你也知道 你这个终身还本型的你最后就是要把这个钱拿回来 但是你拿回来这个钱 比如说你现在签一个月说 我在我退休 我80岁的时候可以拿到600万 但是你现在的600万跟将来的600万 其实这个现金差距其实是差蛮大 尤其是38的通膨之下 未来的那个600万可能距离现金 它只有几十万的这个消费能力而已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必须要去考量的 如果你能够把你自己的投资归投资 保险归保险 尽量降低你在保险上面的支出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对于未来的财务规划 其实是会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信用卡的部分提供了十几张给大家参考 但是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的正确的保险的知识 那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省下最多的钱 透过信用卡省下最多的钱 那也透过投资理财能够放大你的财富 然后尽早财富自由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